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终于把我的主力剪辑电脑零件 都转移到新极壳 NTech Performance 1 FT 里面 目前测试和运转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有眼尖的观众告诉我说 极壳背后的线路 如同西游记中蜘蛛精的磐石洞 一样看得让人难受啊 唉呀 何尝我也想大大整理 规划个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的 但最大问题是卡在这个外接式硬碟盒上面 他们所附的原厂连接线 最长也只给到150公分 为了整齐定位和摆设 势必要自己货买更长的USB 3.0 Gen2连接线 但看似简单好处理的事 却让我吃尽苦头 像是这一台使用第三方连接线 在资料传输 常常拷贝到一半 硬碟就自动脱离系统 找不到 让我电脑使机当机在那里 换为原厂附的线材 拷贝都是一路顺畅 拷贝到完成 真的让我哭笑不得啊 最后就眼不见为敬大法 施展下去 反正在桌子下面最深处 也不是每天会看到 就让它这样裹了 但在我拍摄影片工作桌 可就不能那么马虎了 最近也在大概整理下 把不要的东西都丢一丢 让它在干净一些 拍摄上也更加方便 而在我左手边 则是黑苹果PC电脑剪辑区 由上下两台萤幕组成 右手边就是我的老战友 2017 21.5寸iMac 平时就做文书资料查询 其他会常用的小物品 就规划放在右边角落区 方便我随时取用 再来最重要的是 在上面角落区 我再挂上一个时钟 提醒自己剪片时间太久要站起来动一下 而在我自己DIY装订的成板架下面空间 刚好可以来收纳我测试机材用的键盘 和一些杂物使用上都很方便 然后在桌面上照明 我是在第二个萤幕上加挂一个BenQ萤幕挂灯 它真的非常贵 也全年不降价 可是你只要用过了就回不去了 它的照明效果非常的好 光线也很充足又不刺眼 真的大力推荐购买 绝对不会后悔 也值得这一个价格表现 那在中间部位 我又再加一盏小米台灯 加强在拍摄右边光线不足的问题 所以在主要工作区 产品拍摄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只要一超出右边角落 就真的偏暗许多 所以为了修改这个小问题 我大概查看其他YouTube的做法 几乎很多人都推荐使用 Philip Winley智慧照明LED全彩灯带 但看到它的售价也真的蛮吓人的 目前大约可以查到的价格 约在1550元到2000元都有人在卖 所以就看个人功利去搜寻了 那我买的是主体2米灯带 它另外还可以加购1米灯带 最长可以到3米长度 这个入门组灯带色光 可以在27K黄光到6500K白光范围里 在灯光控制上是需要下载它专用的APP来调光使用 好快的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首先是一张快速设定导览单 上面有可以扫描QR Code 来下载专属Winley App 再来是安装使用说明书 里面清楚记载每一个安装细节 例如当你要裁短使用 最好要在它的分割线裁切 才不会造成短路不过电 另一个是插头12V 是有指定位置方向千万别插错了 所以强烈建议在安装前 一定要把说明书看清楚搞错了就不好笑了 再来是我们的主角LED2米灯带 哇 这一圈拿在手上感觉有点沉甸甸 很有份量 快来打开看看 它的连接方式是使用快插接口 但好像没有做防呆设计 等一下再来试试看 而它的灯带质感做得非常好 上面软板字体和修剪地方都能清楚识别 嗯 不错不错 而灯带背后是用双面胶来固定 安装上也更快速方便 最后是它的电源插头和主控盒 在主控盒上也只有一个开关按键 连接插头则是用6Pin针角快速插头 拿两则相互比对一下 看样子是没有做防呆插座设计 只能按照说明书指定 在母插头上角落一个箭头指示 对插上灯带上角的12V正极来通电使用 那如果反插可以插上吗 来试一下 哎呀 是可以插上的呢 所以当你在安装上要再多加确认一下方向位置 可别忘了 再来是它的电源插头 只能使用在100-120V 它不是万用型电压插头 可别插在220V上使用 可是会烧掉的 而它的电源插孔处 是位于主控盒下方插上就能开始使用 那接下来快来把它安装测试一下效果吧 我目前安装方式是贴在真高架上部边缘内侧 大概如我简单示范 把LED灯带光线用简洁照明方式展示 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眼睛直射光害不舒服感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设定 快来测试下它的灯光效果和亮度吧 首先是在它的灯带控制APP 真的是多样变化可以自由选择 有简单方式的快速控制选择项目 里面选择性算是简单易懂 看图式就能了解功能 而在下面中间的动态光选项就真的功能大要劲了 可以选择的气氛感更是多样化 而在自定义选项就能按照你喜欢的颜色去呈现出来 可玩性真的蛮高的 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好 开启灯带试试吧 嗯 不错 整个工作气氛马上提升100%质感来 再来试试其他选项 哇 这下麻烦了 由于我的墙面是橘黄色背景 只要是原色系下反射出来的光线 都是在黄色调里面 只差在深黄 暗橘 亮黄 亮橘上的差异变化 想不到背景颜色会影响反射光线效果那么大 最麻烦的是在蓝色和红色系灯光呈现效果真的不太好 几乎不是亮度不足 就是颜色照出来的怪怪的暖色调 唯独在黄色系色彩表现最亮眼气氛加 真的又再次花钱买了经验 学习到色彩光线的变化和差异问题 所以当你在考虑安装这一类LED气氛照明时 一定要把房间内的墙面背景颜色都考虑进去 如果照我现在安装测试结果 最佳背景颜色应该是白色和铁卫色两者的颜色 反射干扰应该是最少色彩呈现会更加缤纷才对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Philip Winley LED 灯带色彩亮度和变化 我觉得是对得起它的价格 这也难怪在做桌面摆摄拍摄的YouTuber都会推荐它 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下 在第一次连接安装APP时是有点难度 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安装对它说明书要求再三开关 达到设定光线一直很不了解 让我足足搞了30分钟才能完成配对 真的有够累人的 但是只要成功安装后 整个工作区的工作气氛就完全变了个样 让人心情又再好很多 也算是不错能快速修改的DIY方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LED灯光照明方法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